在8月31日晚上直到9月2日早上,一共有46位就着各区公众集会有关的伤者,分别送到我们10间公立医院急诊室里面,当中包括35男、11女。 根据伤者提供的资料和急诊室的记录,当时有19名伤者需要留院治疗,当中有5位是情况严重,14位是情况稳定,而其余的伤者当时已经经过治疗之后出院了。 医管局在当日接收的伤者直到现时已经全部出院了,而当中并无伤者死亡。